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爱 特朗普亲自发文 将不会邀请前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 和前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加入他的新政府 两人都被美国方面认为会被特朗普委以重任 结果双双出局 特朗普感谢黑利和蓬佩奥在任期间的贡献 但表示他们不适合加入他的新政府 不邀请谁加入内阁一般无需发表声明 面对特朗普如此公开式的羞辱 蓬佩奥却发文向特朗普示好 他在11月11日接连发了两条推文 一条写道 我要高声歌颂谜 我的力量啊 另一条则写道 总统先生 我也很荣幸曾与您共事 正如您所说 上周我们在一起时 您和我制定了一项计划 让世界更加安全 不再发生新的战争 美国坚决反对拜登和哈里斯的外交政策议程 我们有责任再次把美国放在第一位 11月10日 蓬佩奥发文写道 我很感激联邦执法人员挫败了阿亚图拉 谋杀特朗普总统的阴谋 凶恶的伊朗政权应该承担后果 而黑利也迅速做出了回应 表示自己未曾与特朗普合作 捍卫美国感到自豪 还祝愿特朗普和他的团队 在未来四年内取得巨大的成功 这番话看似温和 但言外之意透着不甘和委屈 仿佛是在向外界表明 他并不打算轻易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 特朗普之所以把蓬佩奥和黑利踢出局 美媒的分析很有道理 还是源于不可靠 一是忠诚度上的不可靠 特朗普2020年败选后遭遇清算 面临多项重罪级别的刑事指控 蓬佩奥见风转舵与特朗普做切割 比如2022年曾批评川普卸任后 蓄意将国安机密文件留在佛州住所海湖庄园 2023年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曾警告共和党人 不要追随拥有自身政治品牌的明星领袖 同时也批评特朗普的财政政策 2024年一度考虑与特朗普在党内初选竞争 一直到了选前最后一场竞选集会上 才表态支持特朗普连任 而黑利2018年宣布辞职后 与特朗普的关系逐渐疏远 在2021年的国会骚乱后 黑利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特朗普的做法 试图与他划清界限 这种转变让很多人感到意外 毕竟他曾是特朗普的重要助手 在最近的共和党初选中 黑利又一次跳出来 与特朗普正面交锋 他对特朗普的批评毫不手软 甚至指责他精神不健康 声称他没有资格再次担任总统 这样激烈的表态让许多人感到震惊 不少网友戏称黑利硬气 认为他展现了女性在政治中应有的勇气 不过随着竞选的深入 黑利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力量有限 最终选择暂停竞选 他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 特别是在拜登宣布退选后 黑利再次表态支持特朗普 称会把选票投给他 这次特朗普在内阁人士上的 首要考量是忠诚 而他们的种种行为 都犯了特朗普忌讳 二是对中美关系的不可靠 黑利和蓬佩奥这两人 在国际上早就臭名昭著了 黑利曾多次公开批评中国 将中国描述为是一个敌人 指责中国在贸易人权和军事领域 对美国构成威胁 参选美国总统后 黑利毫不避讳地表示 中国将成为历史的灰烬 并宣称 他将以对待苏联的方式去对待中国 而蓬佩奥卸任国务卿后 为了赚钱多次窜访台岛 发表违背美国一中政策的言论 开创了与台当局勾结的恶的先例 并且被中国政府列入了制裁黑名单 对于特朗普而言 蓬佩奥为了自己私利激怒了中国 从而导致被列入黑名单 这是很不理性的做法 如果蓬佩奥加入特朗普新政府 还会深化美国霸权重心在外 不符合特朗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重心在内倾向 特朗普虽然是我行我素特立独行 但是他本身却是一个精明商人 在很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原则 蓬佩奥已经激怒了中国 上了被制裁的黑名单 这样的人显然不能继续被任用了 特朗普十分聪明 就算是其想要对抗中国 但是也不能启用一个被中国列入黑名单的人 三是对俄乌冲突的不可靠 毫无疑问 特朗普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的 但是蓬佩奥不这么想 华尔街日报7月中旬一篇专栏 详续川普对乌克兰的和平计划 其中包含为乌克兰设立一项5000亿美元的租借计划 让乌克兰借取需要的资金 用于购买美国武器击败俄罗斯 这项建议来自乌克兰大型电信公司 一名董事会成员和乌国总统伦斯基的顾问等 美国智库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指出 这项租借计划其实是为美国和乌克兰公司的游说工作 这名董事会成员正是2018年至2021年 担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 纽约时报报道 川普圈内人士包括金主萨克斯 认为蓬佩奥过于急切动用海外军事力量 基于这三份不可靠 特朗普儿子小唐纳特朗普 和福克斯新闻前主播卡尔森等在内的 多位特朗普核心团队成员坚决反对 他们认为蓬佩奥根本不可信不可靠 特朗普将蓬佩奥甩下船 既排除了其团队内的一颗定时炸弹 也排除了不利中美关系 不利台海和平的最坏状况 在人事任命上出现 很显然 蓬佩奥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如今的蓬佩奥可是干什么事情都不顺利 真的要为激怒中国后悔了 特朗普直接表明了态度 但蓬佩奥仍未死心 一方面以谜将特朗普暗喻成神主 对其表达极尽尊重之意 另一方面又打出感情牌 再次明确站队 向特朗普表达忠心 看得出来 面对前老板赢得大选 下台后就被中方制裁 只能在一个保守派智库当个顾问 每年仅领8万美元薪水的蓬佩奥 为了谋求一官半职 只能选择引辱 并不断向特朗普示好 蓬佩奥被列入了黑名单 就算是去企业任职捞钱都变得困难 只能靠一些走学赚取少量金钱 可谓是十分悲哀 对于蓬佩奥而言 如果特朗普政府不再任用他 他就永远没有机会 在美国政府中担任要职了 蓬佩奥因为激怒中国付出了惨痛代价 并且这种代价将会越来越大 蓬佩奥的悲剧也给美国很多政客一个警告 那就是绝对不能激怒中国 不然就要付出惨痛代价 蓬佩奥的这番回应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新政府 新内阁人士任命会围绕美国优先 采取赢得竞争的思维来遏制我国 而不是拜登的管理竞争 既然特朗普想要赢得竞争 必然会在支持台岛的力度上有所减弱 此前民进党当局花很多资源在蓬佩奥身上 比如蓬佩奥前年三月窜台时 和台外事部门关系密切的远景基金会 被曝赞助约420万新台币 可以说直接肥了蓬佩奥 如今蓬佩奥直接被特朗普踢出局 也就意味着民进党当局的投资打了水漂 更加让赖清德感到雪上加霜的是 从蓬佩奥的入不了阁 已经说明特朗普对台湾问题不上心 特朗普选举期间 曾针对台湾问题发表数次言论 主要集中在芯片生意被台湾抢走 以及要求收保护费上面 特朗普觉得台湾的军费 占防务预算的比重太低 台湾要有心理准备 防务预算要大幅提高 这更加剧民进党自身的危机感 毕竟没有美国幕后支持 民进党当局连个小水花都翻腾不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